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好冰奶 我是浩 這是我們挑戰連續20支喝不同家奶茶的第16支片 那今天我們喝的是泰山的傳統泰式奶茶 好了 先喝兩口 喔 不會是泰式奶茶 真的蠻甜的 我已經是點一分糖了 它還是挺甜的呢 我們時常都會介紹到日本的失蹤案件 有大人有小孩失蹤 甚至有一個家庭完全不見的 今天又是要跟你們介紹一起離奇的失蹤案件 主角是一名生活在香川縣板出世的5歲小孩 大喜有機 他跟媽媽以及姐姐出門參加活動後離奇消失 究竟當天發生什麼事情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故事是發生在香川縣這個城市 香川縣是日本最小的一個縣 但人口密度卻是日本的前幾名高 因為香川縣是進入本州的幹道 所以有許多人會選擇居住在這裡 台灣人很喜歡吃的讚奇烏龍麵 就是來自於這個地方 2005年4月29日星期五 這天是個非常晴朗的一天 也是日本的法定假日 綠之日 綠之日的前身是天皇誕生日 是為了紀念玉仁天皇在出生的一個日子 並在玉仁天皇去世後 將他的誕生日更名為綠之日 也希望透過這天加深國民對於自然的一個意識 2005年5月13日 才透過國會將綠之日改到現在的5月4日 在這天幾乎所有的日本國民都會出外踏青 距離大溪家30分鐘的車程有一個叫做 五色台國家森林公園的旅遊景點 是個非常有名的地方 時常都會有許多人來到這裡 大溪家這天在這邊參加了一個挖竹筍的活動 有媽媽以及大溪8歲的姊姊跟大溪自己 整場活動有19個家庭 總共60個人參加 相當的熱鬧 有許多人都是相約來參加的 所以幾乎都認識彼此 活動於下午1點正式開始 時常1個小時 大溪本身就非常喜歡挖竹筍 所以可以說是挖得非常的開心 1點30分時 他與媽媽在步道旁發現了他們挖到的第4個竹筍 此時大溪提出想要到另外一邊 繼續挖竹筍的想法 媽媽想說 附近這麼多人 並且大多數都是認識的 所以就很放心的讓他去別的地方挖竹筍了 30分鐘後到了集合的時間 2點 全部的人都已經回到了集合的地點 媽媽卻沒有看到大溪的身影 向著 應該是小孩子王都忘我了 並且手上也沒有時間能夠提示 所以才沒有回來 便前往當時大溪說要去挖竹筍的地點 卻還是沒有看到大溪的身影 邊找邊喊都沒有人回應 趕緊告訴參加活動的大家 幫忙協助尋找大溪 並在3點時報警處理 3點45分 警方趕到了現場 大溪的媽媽將失蹤的過程 以及大溪的特徵一一告訴警方 當時大溪的身高約為106公分 15.5公斤 身穿紅色條紋的長袖上衣 以及三條線的籃球褲 頭上戴著有著像日鬼圖案的帽子 以及有兔子圖案的紅色鞋子 在人群中這樣的穿著非常顯眼 但即使如此 搜索6個小時的時間 晚上9點還是沒有任何的發現 過後幾天警方出動了200人進行調查 始終沒有得到任何有關於大溪的線索 這是非常奇怪的 通常來說一個人失蹤起碼會留下 例如足跡或者一些痕跡吧 但大溪就像是憑宮消失了一樣 而其中 還有發生一件令人感到毛骨走爛的事情 一般來說 搜索不只會派出人 還會派出擁有明六細節的警犬 這次也不例外 但奇怪的是 警犬玩完大溪的味道後 會停在一個地方對著天空狂叫 並且連續幾天都是一樣的結果 而這就是當初大溪最後跟媽媽說 要去另外一個地方的地點 警犬會有這樣的行為 是代表大溪的氣味 最後是停留在這邊嗎 但它會瞬間移動嗎 這也太奇怪了吧 後續警方在尋找大溪的過程中 都沒有任何的進展 真的就像憑空消失的一般 而在大溪失蹤的竹林附近 有一個叫做坦貝的池塘 據當地人所說 每年幾乎都會有人 無意間失足在這邊溺水聲亡 會不會大溪就是在採竹筍的過程中 不小心失足滑落池塘的 不過如果真的有人掉落水中的話 照理聲響應該會是很大的 卻沒有人聽到或者看到此景的發生 隔年警方不信邪 還是將這邊的水都抽光了 果然還是沒有發現類似小孩子的屍體 在池塘之中 謠言也不攻自破 甚至還有一檔節目專門尋找 通靈師來感應這些懸案的線索 據他所言 他感應到當時是有一個瘦小的男子 背著一個大背包 跑到了大溪身邊 並將他迅速的裝到背包之中 帶走 大溪當年只有5歲 身高也只有106公分 如果是大一點的背包 估計是可以辦到的 不過五色台是個熱門的景點 觀光客幾乎是源源不絕的 不太可能有人可以光明正大 將小女孩帶走才對 這邊也講到一個案件非常大的重點 既然公園內充滿著人群 照理大溪失蹤是不可能的 因為會有許多的目擊者 有人出來指證嗎? 其實是有 有兩名初中女生說當天在公園的步道邊 看到了大溪 不過只有小聊一下大溪便跑走了 另外一名證人所提供的更是關鍵 他說在1點40分時 在山坡往池塘的方向 看到了大溪獨自一人 從視線的左走到右邊 應該是跟媽媽分開後遇到的 他還為此掛保證說 距離只有60公尺 不可能會看錯 最後則是有人懷疑在步道的鏡頭 有一個汽車露營地 有可能是同行的人所犯下的 但這沒有實質的證據 以及線索能夠證明 過去的16年 這段時間之中 沒有人發現大溪失蹤的任何一個線索 實質的物品 或是他往哪裡走的一個影像 都是證人在集合時間前所看到的 都無法讓整個調查繼續下去 讓警方心有餘而力不足 而失蹤案件又比其他類型的案件相對難以調查 使得10至今日 大溪有記還是沒有回到家中 成為了一個無法破解的懸案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小鈴鐺討論的 都歡迎在下方對我們敬意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